宏觀經濟是財神道 今天是2015年6月14日 第二節我們回來了 我們今節就說一下現在的市的看法 市場呢 我覺得一個恆指 上星期三的機會已經是 我覺得有七成的機會已經是差不多沒了底 差不多見底了 因為其實上星期二是世界股股災 1600隻股票下跌 因為神仙股下跌 今年會慢慢影響到 由八線股、七線股、六線股、五線股 慢慢影響上去 你看到開始跌不太多 但慢慢越來越下去 就會越來越多股會跌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幾隻市場上很多人都有賣的 世界股股下跌之後 因為你也知道那些炒鬼 或者那些投資者 都不是只賣一隻股票 沒錯 賣完一隻 那些股票不知太多被人砍了 可能會被人砍 即是被人收了一個孖子 沒錯 而且他們通常都會用孖子來玩 即是像你好像股票跌完 斬斷股票 但覺得你的倉是危險 它將會收了孖子 令你叫你立刻在某時候沽貨 如果不是的話 就去幫你沽 在這情況下 就影響到很多不同的股票下跌了 其實這個市場操作 都想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證券行通常都會去看著客戶 風險管理都會一直密切去看 他的報告 review一下 究竟他拿了什麼東西 風險去到多少 是不是他這樣做 沒錯 當股市出現了某些波動下跌 就會開始review 旗下的客人的股票 有哪些公益 即是好像一些股票 原來公司佔了一部份的股票 就會變停了牌 絕對會影響到公司的資金鏈 有些證券行 借到五成的股票 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買這個 十元 十元 你做五成的話 你基本上 拿5元出來就可以了 拿5元出來買到的 即是拿5元就買到10元 例如你買10元的公司幫你自己拿5元出來 那你那5元的東西如果你是停了牌 你就會保持住了 公司的錢就保持住了 即是停牌的意思是不能再交易 不能再交易 即是套現不了 即是大家的錢變成死錢 那證券每一些規定 每兩家公司的馬線額 單一隻股票的重量 是不能多於10% 如果你的10%是單一股票 假設有同一個牌 變成你整個錢少了 可能有些股票本來不是10% 也變成10% 舉個例 本來證券行是100元的資金池 現在沒這塊錢就沒了10元 都是90元 都是90元 那你那10元要找辦法 即是要求期 如果你只剩90元 本來可能佔9元的資金 未去到10%的馬線 即是上限 你變成9元的話 那你可能已經到了 沒錯 這件事會影響到公司做調整 譬如BD會不會太多 就叫這些股票比較高 因為公司不夠錢 如果借不到錢回來 突然之間撒時間 通常可以問銀行拿 但可能時間不夠 或者是太急 或者是有些股票 銀行也不借 沒錯 銀行借給你的錢 可能是要考慮一些大籃手的抵押 沒錯 通常都不會去PoPoRio 拿一些東西 對 變成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令股票慢慢被沽上去 好了 其實到星期五月 已經有很多 因為你1600元的股票 基本上有賣股票 都差不多了 因為市場氣氛已經很差了 星期三 再加上了新沙市 我記得由兩點二三度收到那些 我明天有些照片 我看到不對了 我看到這些東西 市場沒有反應 還在還升 是 正在升幾十點 我想不對了 我立即平了所有的期指 然後有些股票 指數相關的 都沽了一半 我只是平期指都不敢沽 只能從短短的五十分鐘 由26800元到26200元 是 很快 也殺了很多牛證 加上了大市下跌的 差不多 重貨區也殺了我多少人 基本上是殺了 殺到26600元 乾乾淨淨 因為恆子最多26500元 是啊 為什麼我會問一下高輝呢 其實我也是想你和大家分享 第一 我也欣賞你的危險意識 很多人在市場裏面 尤其是 我三次投資法 我不管這些東西 但是譬如說 在市場操作的人 很多是沒有這個危險意識的 為什麼我剛才問你 為什麼你這樣想的想法 你會有這個危險意識在這裡 因為希望你解釋給大家聽 你當時的想法 大家才學到東西 當然下次未必會是這樣的 你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變成你就會保護到自己 我經常說投資是各知各法的 但是無論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最重要是你有一種危險意識 有一種攻守備的想法 反應很快 是啊 很快反應之後去做 這就是因為平時你有這個心態 如果你要怎樣做 我怎樣做 我怎樣去反應 我們思考裡面經常有這個想法 最近發生什麼事 就是大摩指數 暫時不納入A股 事實就是 故事已經納入了A股 簡單來說 即是已經做了 我經常都說 你不做而已 別人做 假以時日 別人的基金越跑越遠 你其他的基金是不是壓力都大 是的 明明我們大會吵 還有 我的Benchmark雖然沒有 我可以買 有很多基金可以買 你不明白 指數基金 因為跟著指數 所以逼著買 那些只是一部分 大部分主動基金 其實他不需要理會你的Benchmark 他用你的Benchmark 簡單來說 我們比較自己有多厲害 通常基金都會選一些 令到自己厲害的Benchmark 不會選一些 令到自己不厲害的Benchmark 是的 通常都會是這樣 最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已經有很多呼聲出來 就說 A股市場不可以忽略 中國市場那麼重要 一定要進去投資 那些基金 會不會讓你 MSCI納入了指數才去買 是的 反而到時候是不是 另一個想法 到時候再說 所以你想一想 整件事 前後去想一想 你就想到很多東西出來 嗯 我不說得太清楚了 好了 接著星期三就結束了 接著怎樣 我先打斷你 星期三就 你看到 你坐下之後 第二天 在夜期 夜期已經率先反彈28點 我覺得下個星期 有幾件事都大 是的 但是那幾件事 可不可以令到 這麼貼身 有這麼大的衝擊性 我就覺得未必 因為呢 而且 這個市 還要在星期五 升上27,200多 你在下面抽高了上來之後 變成有一個Buffer 你要再坐在那些低位 我相信比較難的 很有趣 你有希臘的投票 突然之間延後到18號 17號就是美國議席 18號就是美國議席 是否看著來做呢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如果那些東西 是搶了很久的 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話 通常震盪 就未必那麼大 是的 通常是什麼呢 通常大家都覺得 沒有問題的 沒有事的 可以啦 這些東西不用管了 那些如果出現一些很震撼性的結果 才是影響大 沒錯 這是我自己的觀察 我經常說兩手準備 我什麼時候也是的 所以你來到什麼震盪呢 對我來說反而是一個機會 未必是 我未必是吃虧的 但是反過來 我又比較 看長一點 我覺得這個也是中間一個小插曲 問題就是看你自己的 資料如何去做 我經常說 如果投資你最重要是有策略 有空手被策略在手 那你就會睡得很安排 嗯 即是十上十落 即是你踢足球一樣 十上十落 很機動性 很浪費體能的嘛 很容易輸 你前面可能贏而已 後面到中場之後 你可能已經沒有力了 說回事 現在A股也去到5000點以上 是 看回P 好像都成25倍P A股是A股 我去年中開始 就慢慢把我港股的報告都轉了 對 例如A股的ETF 例如我沒有買個別的A股 因為老實說 我都不太熟悉A股的行程 我不熟悉 我都不會做 我都是買A股的ETF為主 對我來說 我覺得比較簡單 但是當然 現在升了那麼多 到了5000點 你又怎樣看後面 有人說已經差不多了 我覺得A股 去到5100 至到5250 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 很容易出現調整的位置 因為始終看回數下的走勢 是有4200多 上到5200多 剛剛走了一個很漂亮的五浪 但是長遠來看呢 長遠來看 都還沒有走完 只要走一個五浪上去 就已經是一個上升浪 只不過這一段上升浪 是短期有一個頂位出現了 容易出現回套 變成短期出現容易回套 機會都大 後事你還是繼續看好 後事你還是繼續看好 跟我一樣 會不會互相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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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在留言 我都回覆了一個讀者 我自己的經驗 很少跟別人 討論有個別股票 例如我跟高輝 我們經常談談市場 我們說市場 很少說賀票股票 為什麼呢 大家的看法 有時如果是一樣的話 分分鐘互相催眠 可能我突然回家發現 不太行 我離開了 我未必會通知得到你 而且我通知你 我又怕阻礙你 但不通知你好像不太累 如果大家的意見不對 就變成要爭論一輪 或者說服你 或者說服我 最後如果對 就好像不對 就很不開心 所以通常我都不會做這些事 很多人喜歡跟別人談談股票 我想第一 都是因為對自己信心不夠 想讓別人支持一下你 這個也很正常 但問題是你明白一件事 市場股市升不升 你的股市升不升 就不關你和朋友 是否同聲同氣 不是你的朋友撐你 市場就撐你 除非你的朋友 大到是市場那麼大 市場大多數是你的朋友 不能說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不硬夠底 都是因為自己做功課 做得不夠而已 反過來 是否應該自己做功課才對呢 應該這麼想 最近 我也聽到有一個說法 就是 我們看股票不是看今天 那個PE 是看未來的PE 即是未來的盈利是可以做到的話 是否可以掌握到今天所謂的升幅 這個說法其實最早應該我知道 就是Peter Lynch說的 比特林志說的 就是他所謂的PEG 即是說我們投資是看未來 不是看今天 所以我現在在估計 未來究竟 即是經濟會怎樣 那個協助你會怎樣 是否比移位更加好呢 如果是更加好的話 那便可以支援到今天的升幅 對這個看法你怎樣看 我覺得你說是否跟經濟真的有關係呢 那我又覺得 不可以說是有太大的 但你說市場要上 是否有甚麼原因呢 或者是有甚麼配合在裏面呢 我想我們之前在節目也提過很多 是 間中介 即是這股上的原因 即是你說 你對於剛才的看法怎麼看呢 今天我買就是買未來的 如果未來是升了 即是盈利一直升的話 那我就支持到今天的股價 所以市民可以繼續升 他用這個方法來贏了很多 即是跑贏了很多大小的年齡 那我絕對不可以否認這個看法 是陳經 是陳經 這個看法就很tricky 就是你的PEG那個增長 你怎樣去界定 即是你是否真的可以判斷到呢 那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我以前呢 以前我就會相信這些理論 也有研究這些東西 但如果你問我今天的經驗 將來可能我會有更深的看法也不一定 但今時今日的我看 我告訴你 我就不看這些東西 其實股市的升跌 是一個原因的 是 供求關係 是 講到底這句 人們可能會說 我明白了 那是的 這個很簡單而已 但問題呢 什麼叫供求關係呢 其實你那個所謂PEG呢 其實那些東西 對我來說 只是一個雙負雙成的東西 是 最主要呢 就是供求關係 如果是供過於求的 那時一定會跌 無論你PEG多低都會跌 同樣道理 如果是講到這件事 那美股為什麼會 仍然在升 是吧 美國一年的GDP growth多少 3.5%叫做拍手掌 是吧 不是講這件事的 其實這件事只是 對我來說 一些我來解釋 解釋供求關係的轉變 你如果問我 是因為股票的供應 以及股票的需求的 平衡的改變 是 所以你如果問我 我是會留意供求關係 那麼供求關係呢 第一件事 你在那裡的成交金額 什麼叫成交金額 即是不會是多少錢 買人買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成交量 是數量的共產 數量的共產 那麼大家股市價股 那些共產 共產是不同的 那麼那裡會有個虛位 你是會失去的 所以我會留意成交金額 那麼這個是 即是我要觀察的東西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可以觀察到供求關係 那麼這些就以後再講 這個今次節目就講不到 即是我不一定適合你 記住一件事 但是你問我 我是看供求關係 嗯 關於這個股票價值的 最基本的原因 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因 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沒錯 那麼基本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午回來繼續談 OK OK 好 拜拜 是